大家好 欢迎来到东北那嘎的 是大东北 今天下午我们哈尔滨下了一场大雨 现在非常好 我的这位小兄弟给我推荐了一家火锅店 他说这个环境非常好 非常实惠 我去过挺多次 然后能吃出儿子的味道 早上尝尝去 好 走了 今天天真热 来到他家一进屋 满屋迷漫的都是羊肉的味道 而且他家的环境是非常不错的 贝哥 这家店我来过几次 他家的特色是东北特色海鲜锅 味道嘎嘎的 就能吃出来小时候的味道 是吗 你别看他家店大了 但是价格非常实惠 是吗 一会儿咱们拭目以待 看看它到底有多实惠 来吧咱们点下菜吧 来 同学 点下菜 你看这点啥 你好 咱们现在有两款特价肉 这个是草原高羊腿 还有草原肥牛 它俩现在都是39一斤的 39一斤的 对对对 就是现在咱们搞那个特价 说实话 他家这么大的店 他家这个价格真是挺让我意外的 来 给大家看一下他家这个菜价 他家这个羊腿39一斤 肥牛39一斤 一施一斤呢 可不是一盘 一斤呢 还有青菜啊 还有午餐肉啊 价钱都不贵 这锅一端上来 我就已经闻到小时候那种味道了 我们今天的这个锅底啊 点的是他家东北传统海鲜锅 为什么叫传统海鲜锅呢 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 是吃不到新鲜的海鲜的 我们小时候在家上火锅的时候都拿干海鲜代替 这个锅底啊 18块钱 真实味道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先来口烫 闻着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绝对是小时候的味道 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打干咸是不是 对对对对 他这个最大的区别是跟我们小时候吃的 就是他这个汤更鲜一些 对 可能啊 他这里边有这个螃蟹啊 的关系 他这个锅啊 实话实说 这老板呢 非常用心了 用的是铜锅 看看铜锅 呃 唯一遗憾的呢 就是下边不是烧炭的 是电磁炉的 但是啊 已经可以了 这感觉是非常有了 看看 美食绝不独享 价格必须厚到 今天呢 我必须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呢 是羊腿肉 这羊腿肉啊 稍微瘦一些 这个是肥牛 稍微肥一些 这个呢 是39 这也是39 一斤呢 都是一斤 我目测啊 他这个肉啊 是非常新鲜 这个39块钱 这一斤 是真实味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实味 真的 就是这么多呢 这个啊 是老师墨冬豆腐 这个冬豆腐是10元一盘 这个是他家自制的肥羊粉 这个肥羊粉啊 非常厚 就普通的又厚的很多 他家自己自制的 是9元 这个是一缸有机酸菜 这一缸啊 才13元 这也是青菜 9元 我们呢 没点太多的菜 因为这个羊肉啊 量非常大 一会吃着看 他家的调料啊 是5元一位 价格也是非常合理 快点吃吧 我馋死我了 哈喽 都躺了 吃过呢 可以放心大胆的吃了 刚39一斤 起半个 它这肥牛肉啊 肥瘦相间 香,我这绝对不是虾灯眼啊,的确是好吃 它这个锅底的鲜味啊,非常浓,非常浓 今天这么冷的餐啊,正适合吃火锅,啊 就是吃火锅的日子,喝着白的,热不热 下锅就开始捞啊,凳嫩的时候 我吃它家这羊肉啊,最大的特点就是货真价实,绝对是真羊肉 它家这个羊肉啊,都是自己卷的 无论是羊腿肉啊,羊排肉啊,和这个飞牛肉 刚才我看了一下,确实是自己卷的 绝对能保证它的品质和心结 它这肥羊粉啊,跟别的真不一样 它这个肥羊粉啊,口感特别紧张 它家自己做的,非常厚 再说一个啊,我这个每一块子啊,跟大家说一下 都是,不管是羊肉,还是肥羊粉,还是配菜 都带出它家的锅底这个,海鲜那个料 所以说啊,它家这个底锅这个料啊,量是非常足的 确实有咬的啊 对 这种好吃的贵 大家看一下啊,又上了一个特色 这个也是它家特色,这是午餐肉 它家自己家自制的 颜色看上去有点发生 看看好不好吃 来吧,吃午餐肉 说实话,我有点失败去了 吃着太饱了 尝着午餐肉 特色嘛,咱必须得尝尝 这午餐肉,纯纯的肉香味儿 吃着绝对没有什么香腥啊,添加劲 那种味道,绝对没有 这一道盘啊,是22元 这价格啊,还是相当实贵的 它家不仅是肉实贵啊 这酒的价格是真实贵的 你看人们,三元一瓶 这么大酒店三元,真实贵啊 我呀,实在是怎么弄 这酸菜一口没吃,你吃不吃就行呢 不吃,吃不吃就行 吃就行,吃就行 哎呀,还剩这么多呢 又浪费了吗 我也真实贵 我觉得它家啊,绝对是一个 涮火锅的好地方 你看第一啊,肉吃着方形 第二呢,价格实贵 这个价格啊,绝对让你吃到撑 人家消费才50,也就50块钱嘛 是不是啊 刚才我大概算了一下啊 这些东西,所有东西加一起 刚才又加了一盘午餐肉 22是吧 是171,171,172块钱 不算我喝那瓶啤酒 喝白酒啊,不喝酒 还剩了这些 还剩了这些 还是相当实贵的 吃完了 今天呢,我这小兄弟给我介绍这家火锅店 确确实实是一家非常实贵的火锅店 也非常好吃 值得推荐 喜欢的朋友可以过来品尝一下 今天呢,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 拜拜 拜拜